Action 你好,我是来自美国的谭恩德 你想知道你在台湾的未来好不好 所以你想请我帮你算命,对不对? 首先,请你告诉我,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10月10号,就跟台湾的国庆日一样,你知道吗? 嗯,1911年10月10号,中华民国诞生了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了提升国家素质,提出了三民主义 造就了中华民国建国的根本 接下来,我们讨论你的健康 你留在台湾的未来,跟你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你在台湾可以有很多健康的生活方式 首先,你在台湾可以吃很多美味的水果 根据研究,每天吃四到五分的水果 可以预防肥胖,心肌梗塞,癌症和各种慢性病 你在台湾可以吃很多新鲜的芭蜡,木瓜,香蕉,甚至榴莲 不愧是个拥有水果王国外号的美丽岛国 除了吃可口又健康的水果以外 你也可以欣赏台湾的美景 从爬台湾最高的雨上到在台湾漂亮海滩冲浪 你在台湾一定能有一个健康又充实的生活 最后,我们看你的幸运词 你的幸运词是蓝,白,红 他们刚好跟中华民国国旗的原词一样 真巧啊 台湾人用来形容国旗的一句话就是 青天白日满地红,蓝是代表民主,白是代表民权,而黄是代表民生 最近台湾人表现出了三民主义的精神 走在台湾各地就可以发现台湾人对平等民主和爱国的精神 你在台湾一定会受到台湾人的欢迎 你的文化会得到认同 你的独特会受到尊重 你在台湾一定会爱上台湾 就跟我一样 谢谢 谢谢 谢谢